这个店转让了 这是商业一条街啊 看到没 转让 没开门啊 这个 这个有一家店 转让啊 第一家转让 这个是卖粥的 你看 房东直租啊 房东直租 转让 这个招聘 米线 这个什么米丞相 房东直租啊 房东直租啊 这是新开的过圈实惠 房东直租啊 又是一个租的 转让啊 转让啊 恐怖不恐怖 这一条商业街够不够恐怖的 整个一条街全部是转让 这是什么情况呢 都来看看 到底啥原因 这么惨 实体经济这么惨 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这么惨 还说啥呢 大家好 我在新疆困了 我刚刚和朋友聊完天 我朋友呢 在广州 他刚刚过说一件事情 我觉得 如果他在我身上的话 我可能接受不了 他说 他认识了一个朋友啊 他这个朋友的老公呢 是在广州一家金融公司上班的 他这个老公 工资也挺高的 应该平时提成也挺多 但是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发现工资来了 而这一家呢 每个月还有交房贷一万五 每个月的房租有四五千 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孩子在上早教班 家里目前所有的支出都是靠贷款来的 贷款的钱就是支出这些钱 来做家里所有的支出的 他那个老公 那个所在的公司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之前公司呢 买了一块地皮 然后他老公感到 这是一个机会 就和其他的朋友一块合伙 投资了九十万 在他公司这个地皮上 好像也投资的房子还是干嘛 这九十万是他们家的所有的 所有的资产 可能也拿不回来了 不过看人家好像是心态 还是比较平和的 据说如果 如果这个房贷断供两年的话 可能就要被拍卖了 这房子就也不属于他们自己了 就面一个账的事情 如果是看来我身上的王 真是受不了的 想想我没自己刚买房子那一年 刚买了房子要交房贷了 你就在那一年里吧 还是第二年 我老公他们单位 效益就不怎么好 所以我们每个月要还房贷 我都特别承认 因为我们家的支出 也是扣我老公的 后来我就不得不去广州上班了 那个时候又要面对的是房贷 房租 各方面的 还有广州的消费也比较高 支出 就我那里工资 感觉真的是 也是个毛毛雨 不过还好 现在我们已经缓过来了 不用再每个月还房贷 不用再交房租了 所以起码是熬过去了 可是我们那里钱 比起人家来 那可真是毛毛雨了 不值得一提的 想想 真的每个人真是不一样 有时候自己扎不了太多钱 可是不用交房贷房租呀 这也算对自己的一个安慰吧 像我朋友说 你不用交房贷房租 已经很不错了 像他 我朋友现在也是每个月 房租有个四千 房贷有个四千 然后还有车贷呀 各方面都是余笔钱 每个月还都告诉我 哎呀 这个月又支出多少多少钱 没什么钱也没有剩下 所以我现在不用 没有这些支出了 还是很不错的 有时候人就应该自足吧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对吧 但是我觉得 你这个房子买了 如果突然断供 又被拍卖的话 我感觉很可惜的 是我的话 我会愁死的 毕竟那么多钱呀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的身边 有没有这种情况 交不起房贷 就会被断供的情况呢 请你去展面讨论一下吧 好 今天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再见 今天已经出十了 我们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 现在马上就要步入正轨了 现在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今天去银行啊 去这个办理业务 看到人家这个LED屏上显示的 助力实体店与个体户 小微企业的大力发展 现在回来想想也是啊 实体店 为什么国家要重视实体店这个发展 但是吧 对于我们真正的实体店店主来说 这个国家怎么重视 我们不管 但是的话 你能不能把这些物价呀 包括这个人们的消费水平啊 这个给重视一下 因为现在的话 我们实体店来说啊 并不是说没有生意 你像我这个店 一天人流啊 包括这个出货呀 也是有的 但是为什么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一天一天的这个 看着销售额 看着这个自己的成本 划算下来之后 实际落到老板手里边的 并没有多少 所有的人都在把利润做到最低化 但是真正这个东西 有没有人要 也有人要 每年的需求量还是很大 包括现在 像现在一样 马上这个过完正月十五 工地开工 棉被 老保用品 还是有人要的 但是你以前一条棉被 你可能挣个二三十块钱 是不是 现在 挣五块钱都算不错了 这还是对于零售来说 对于批发人来说 去年啊 我一个棉被 批发价就比我的进价要贵了一块五毛钱 五毛钱是运费 一块钱就是我们挣的 所以说现在 你谁哪个工地上要个几十条 要个几十条 对不对 我们再开个车 再给他送过去 基本上来来回回 也就不怎么挣钱 挣的是什么 挣的是他其他产品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 他都不挣钱了 对不对 你不只是说 我们靠着一个东西 低价把这个客户拉过来 然后其他东西挣钱 现在就是你这个东西低价 好 我从你这儿进 别的家 那个东西便宜 我从他们那儿进 现在就是这个一个情况 并不是说你一家东西便宜 我所有的东西都从你这儿进 现在各个这个渠道 各个这个老板 都是比较聪明的 包括我们进货也是一样的 哪家便宜 我们从哪家进货 哪个生产家 哪个哪个厂家便宜 我们从哪家进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呢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些实体店 干不下去啊 或者怎么样 第一是受到这个人流的影响 受到这个流量的影响 第二的话 越来越多的这些 可能是受到的这个利润的影响 像以前我们这个卖烟酒的时候 对不对 利润都是挺高的 现在都是比较透明的 是不是 像我们平常过年买酒一样 像那种特别特别高端的啊 一瓶能挣个好几百的那种 我们平常销售消费的人也少 像这种中低端的中高端的这种酒 现在来说的话 利润都是比较透明化的 所以说现在没有说什么暴力的产品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传统的实体店说 传统的这种百货店 日杂店来说 没有什么东西是特别暴力的 卖一件 挣一件 基本上现在就是处于一种出货的一个状态 你可能买的多一点了 稍微便宜一些 主要还是利润 没有合适的利润 所以说再加上这个物价呀 房租的人工成本的一个上升 所以说很多越来越多干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还是占的比较一个大部分 如果说有合适的利润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卖一件 挣一件 所以说现在的话 也是很多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实体店确实是没有利润的 所以说你现在很去很多这个小店里面买东西 你给人家老板搞价 人家就不打理你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确实有些东西啊 可能挣你个两三块钱的 给你在那说说说说半天 还不如人家老板去卖个别的东西 也是一样的道理 可能现在很多这个 呃 电商吧 很多把这个云飞线给关掉了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今天购物 我都发现很多一些以前 经常在那里面买东西的那些店铺 把云飞线都给取消了 是一样的道理 他可能卖一件东西 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除去云飞线来说 他就不怎么挣钱了 如果你再给他退了 再给他调 再给他换的话 也是瞎耽误功夫吧 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希望我们也会越来越好吧 希望我们也会有所调整 每个人的生活都更上一层楼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